台南台灣國際產學聯盟是在科技部Gloria國際產學聯盟計畫的經費意註下 所成立的一個單位 科技部在這一次特別推動國際產學聯盟 其實最重要的第一個目標就是要把台灣優勢的一些科技能量往國際去迴產 搶在國際的市場 它最特殊的地方是結合了國內的六所大學 目標是要把大學的研發能量給推廣到企業界 也包含技職型大學、綜合研究型大學 所以兼具理論與實作的一個能量 第二個特點是它的產業服務經理人都是來自於業界 所以跟產業有共同的一個語言 首先我們會挑訂主題的產業領域 有這樣產業經驗的經理人去跟企業做對接 讓學校的科研人員往這個領域去發展 最後跟企業共同做研發成果的一個移轉 我們的運作模式是透過這樣的一個能量推廣到國際市場 這簽約只是一個開始 科技部在去年開始啟動這個計畫 國際產學聯盟做的就是要國際級的產學 所以服務要到位 科技部補助很多的科研成果 我們需要去聚焦一些我們台灣特有 而且是跟在國際上競爭力的一些潛戰技術領域 透過產業在國際上我們去搶戰這個市場 不管是在科技或是做經濟上的競爭 其實是沒有寫到我們分開的 今天的技術交流沒合回 我們最主要的目的是把學校的科研 科研人員帶到今天的醫療器材展來 一方面讓器材展裡面的廠商 可以第一手就看到這些科研的成果 然後跟科研人員去做面對面的溝通跟接觸 同時也讓科研人員可以實務上第一線就聽到 這些企業的一個需求 我的 Shankar 我才能多個強調 我的運動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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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